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消息有没有跟小兵一样想要撒花转圈圈了呢 不但可以放声欢唱 也终于不用再戴着口罩运动 喘着上气不接下气了 指挥中心今天宣布下月2日起仍维持二级九届 但有鉴于本土疫情控制良好 因此大幅松绑民生相关活动 本来有一些限制的我们也现在都把它取消 就是集会活动的人数的上限 本来八十三百这个我们就不再管制 那营业场所及公共场域的人员口管或总量管制 就没有 艺文展演景域活动 国家公园国家风景区 观光游乐业等室外人数降载的规定 那这三个我们都取消 看电影可以吃东西 演唱会开放摇滚区 艺文活动也不再受到人数的限制 可以说是五月本土疫情爆发后最大限度的松绑措施 不过歌厅 舞厅 酒廊等八大行业原则上维持关闭 没有陪室服务者只要符合防疫规定则可有条件开放 就是从业人员他至少每一个人 就是全部都要完成接种一剂以上的疫苗 而且满14天 第一次提供服务之前 他必须要提供三日内抗原快塞或PCR检测的一个阴性证明 顾客进场他也必须要提供最少有接种一剂疫苗 而且满14天的一些相关证明 无陪室服务的预计是11月2号可以开放 那另外有陪室服务的经济部这边也跟指挥中心也在研议规划 从11月16号开始如果符合以上的防疫规范的 也可以有条件的一个开放 今天本土佳林境外一入有六例 没有死亡个案 就如同阿中部长说的本土疫情相当稳定 加上昨天疫苗覆盖率七成提前达标 在保护力上已达到一定比例 因此才能大幅放松防疫措施 但边境仍需严格管制 所以继续维持二级警戒 累计接种的人次 已经超过我们这个总人口 我们达了2363,7150剂 所以整个季氏人口比是100.88 那疫苗接种人口的涵盖率是70.01 第二剂是30.87 长者我们的接种率 65岁以上的 这是大家说比较重视的 也接近八成 达到78.16 那第二剂达到67.57 那比较关心的第一类到第三类 换句话说我们主要的一些相关的防疫人员 基本上都超过九成 基本上在结构上 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那社会也会相对的比较安全 稍等